看来以后自己搬正东西肯定是不行了 年轻的时候呢 对搬东西好像一点都不打触 觉得搬东西很轻松对吧 但是现在觉得去不行了不敢了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这样 肌肉力量骨头的坚硬程度都不行了 所以说得加小心了 我看我应该从那边走吧 从这边阴长地方走吧 这天有点热啊 现在就得缓步慢行啊 年龄到了 好多东西就得试探着来了 确实不能像年轻的时候 啥都不在乎了 这腰现在还疼了 但是实际在年轻的时候 也闪过腰 闪过腰差不多就爬着走那种的 也闪过 所以人的腰确实是 是个大事啊 人的腰是很脆弱的 其实靠腹肌 是吧 或者韧带啊 去支撑 昨天我爸讲 他前几天看着他们 单位以前的一位同事 那位同事姓李 叫李某然 印象里呢 他的头发很乌黑增亮 皮肤也很好 有个男的 他在单位当保管啊 那个人 也挺省心 也不怎么操心 所以比同龄的人就年轻 而且当时他起个自行车 摇摇晃晃的这样的 就是人眼睛 他头发黑 皮肤白皙 然后眼睛很亮 对吧 就是好像与世不争的感觉 但是呢 我爸说 哎呀 这次看到他 就感觉他的头发全白了 而且眼睛上长了个什么东西 好像在山东那边 在他儿子家待了一段时间 可能待着也不顺心 就离开他儿子家 他说好像是在青岛那边吧 就离开他儿子家那边 回老家 在医院看着他 说是拿着一堆药 开着一堆药 就是状态不太好吧 后来我又想起来 我爸他们同事吧 有好几位都是孩子长大了 在其他城市生活了 他们就跟着孩子到那边生活 照顾孩子的什么生活 一起过日子那种 那种的 好像是有几个是这种的 我妈也说 昨天视频通话嘛 我妈也说 说你五舅家的那个二蛋哥 去世了 脑血栓 他们是三个儿子 二蛋哥是老二 老三叫三小 他那个三小 是跟我同岁 很快乐的一个男士 二蛋是他们的老二 挺瘦 印象里很瘦很黑 然后也是挺老实的一个人 结果 结果去世了 也只能希望祝福他安息吧 只能这样 他那个三小呢 有点传奇色彩 他是有一年去辽宁那边包地 承包土地 他那个土地是在山坡上 他开那个练轨车吧 是推地吧 是翻地 然后那个坡的下面就是个水库 结果呢 他开着开着车一下 溜坡了 就直接 车就翻滚到水库里了 掉到水库里了 在落水的一瞬间呢 他就从那个车上 就神奇般地跳出来了 逃命了 逃得一条命啊 挺神奇 然后后来听说他赚到很多钱 他总是笑嘻嘻的 就是个子很高很瘦 也很帅吧 反正比较黑个仓的那种的 但是人很好啊 就是让人们觉得很亲切那种的 他大哥长什么样我忘记了 小的时候跟我姐去我大舅家 我大舅家跟我五舅家 他们是东西院 我大舅家是在东院 我五舅家在西院 然后我主要是在我大舅家住 我大舅家 我大舅家是 哎 发生是从这边走吗 不知道怎么接 应该往这边走啊 主要是在我大舅家住 当时他们是土房 土房是那种 墙特别厚啊 那个墙差不多得有一米厚啊 没有一米也有大百米啊 就特别特别厚的土房 冬天的时候呢 他们烧炕 没有暖气啊 就烧炕呢 这个炕啊 你们在炕上睡觉吗 他们七个儿子吗 挺大一个屋子 挺大个挺大 印象里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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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炕 得睡十几个人没问题啊 然后就是冬天烧炕 这个炕呢 人在炕上睡觉呢 就很温暖 对吧 不用担心这个炕这个凉 而且这个炕呢 也会散热 也是个暖气吧 那个挺合理啊 其实 烧那个书接什么的 爆米养什么的 也不会种没气 而且它那个土房呢 是用那个土坯 做土坯的时候是 用一种 我印象里家里还有那种 四方的木头矿 那种小木头矿 叫坯模子那种的 把它放在地上 然后就地取材 取那个黑土 或者黄土什么的 拌在一起 然后就 往那个模子里放 它不就变成四方的一个坯吗 像砖一样的 而且放到里面之后呢 为了让这个坯更结实呢 需要给这个坯加这个筋骨 就是加那个树枝什么的 就会事先准备好那种短树枝 比较粗点的 横向纵向的往里放 就是说把那个 坯模子木头的放在地上 放在一个平的地上 然后霍泥 霍泥的时候呢 是有好像是有黑土 还有黄土 然后呢 还有那种叫瞑戒 瞑戒就是小麦的杆 当地产小麦 那种金黄色的杆 把那个金黄色的杆呢 一般是拿扎刀 给它扎成一段段的 祸的这个黄土和黑土里 它就 这个瞑戒呢 就像人的这个 大腿的这个韧带 对吧 就是把这个土啊 连在一起 然后呢 然后呢 在中间呢 再平着横纵 纵向横向 再放那个木头棍 木头棍呢 就好比现在这个钢筋 对吧 就像那骨头 就是说这个坯呢 土坯呢 有骨头 也有筋 对吧 这就行 用这个土坯垒墙 然后坯和坯之间 用这个泥再做粘合 那个坯很大啊 比那个砖大多了 特别沉 我印象来的那个土坯 土坯是可以搬起来的 只不过搬的时候 有的时候 它个坑碎一块 就是有块掉个甲上的 不像砖那么结实嘛 因为砖 当地的砖是烧的 烧制的 高温烧制的 而且加什么内燃 就是在砖的土里边 加那个小煤块 然后煤块也燃烧嘛 所以说那个砖 烧得非常结实 有的砖是黑心的 是烧的红砖 但是有的是黑心的 黑色特别结实 像铁一样那种的 像黑色的铁一样 但是砖比较小 而且砖不像皮那么宝奔 从大舅家 我记着我五舅 那次说让我们吃饭 请我姐完俩吃饭 结果我姐完俩就走着 去他家院 结果他家院两个大狗 我就跑回来了 追出我姐完俩 我姐也被我高一头 小男孩发育晚嘛 我姐也被我大两岁 但是高一头 我姐而且还是学校运动队的 我姐就矫健的步伐 然后就开始逃跑 我呢 个子小腿也短 跑得也慢 我姐也不管我 我姐就完全把我抛弃了 我就怎么跟着 跟着我姐 马上这个狗就 咬到我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就从我舅家 退到我大舅家的院子了 赶紧往我大舅家院里跑 然后 跑到我大院子的时候呢 那个狗马上就咬到我了 我都感觉到 我的脚后跟 那块裤脚 被狗咬到了 然后结果呢 我大舅家那个黄狗冲出去了 把她的狗给拦住了 把我救起来了 有个大黄狗 但是后来听说大黄狗去世了 好像是挺 那大黄狗性格特别温和 但是后来听说它去世了 我还特别喜欢跟大黄狗 看它大黄狗 挺温和的大黄狗 后来我就 感觉有点歉意 然后又说请 我姐我们俩去吃饺子 反正后来我也没去 就害怕嘛 要不要抗议